朱雅文这小子演朱瞻鸡是绝对血脉绝醒的 一世命迹万世命 你要是愿意等你就等 等到宣德之日 上市降临 如若你们看到朕 落下马来 不要哀悼 不要停止冲锋 紧紧跟随军旗 握紧长矛 挥舞刀剑 誓死方休 日月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但你绝对想不到 大明风华刚开播 朱雅文就被网友吐槽 长里长气 像个太监 说朱雅文演的太娘 对此朱雅文是这么解释的 朱雅文在演这部剧之前 就有个外号 行走的荷尔蒙 怎么会和娘子站边 他塑造的朱瞻鸡 既可以完食不公 又可以稳重霸气 从前期的稚嫩 到后期带兵打仗 让人感受到了明朝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的豪迈气概 而且朱雅文的台词功底 和声音真是太棒了 闭着眼睛听他念台词 就是一种享受 你给我说 这是同一场流行语 出来的演技 七八 我只一把狗是你逃兵 拉出你屁来 赵建文后人 那你当初造了什么犯 您真把自己当忠臣了 修不成有乐大典 咱们就下去 见不了列祖列宗 我们全家造的犯案 下去就能 见列祖列宗了 你这是在跟我玩 欲擒故族 八七年的余昊明 都开始演叔叔了 八四年的张汉 还沉浸在霸总中 无法自拔 余昊明和魏晨 都是快男出身 并非科班 但一直都在磨练演技 反倒是科班出身的张汉 演技比强量差这么多 实在说不过去 余昊明饰演的汉王 一脸肉腮糊 面露凶光 眼神中透露的 是对权力地位的勃勃野心 但同时又有憨憨和搞笑的一面 甚至和一众老戏骨标记 也都不落下风 第一次看大明风凡 真没发现汉王就是余昊明 只觉得眼熟 后来看了弹幕才发现 简直和之前的端木雷 判若两人 导演评价 破胎换骨 真的 破胎换骨 昊明的表现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夸他 我觉得昊明的戏演到最后吧 我认为 韩是比较传神的 他进到了一个 进到了一个 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境界里去了 但谁能想到 他当年是偶像剧起步的 卧槽 老戏骨的格局就是大 甩流量明星好几条街 还带拐弯的 原来在拍摄大明风花前 导演本想找一个 有皇帝为言的人 演朱棣 于是有人推荐皇帝专业户 陈道明 但导演却觉得 他的康熙太出名 怕观众带有滤镜 更何况 朱棣和玄业的帝王气质也不同 玄业是自幼即位 顺理成章 就成了清朝皇帝 但朱棣却是完全相反 他是抢了自己亲侄子的皇位 一路杀上来的明朝皇帝 就在导演一筹莫展之际 有人突然提了一嘴王学奇 导演这才恍然大悟 这位老戏骨的演技 可是连曹操都感叹自愧不如 就在导演找到王学奇时 他就表示自己不演古装剧 认为都是穿上戏服的假把式 不仔细的导演 把嘴都说过了 最后更是直接把剧本寄给他 没想到 王学奇看完剧本后 被朱棣的故事深深吸引 才知道皇帝也和百姓一样 为自己的儿孙操碎了心 金族后的王学奇 果然没让导演失望 不仅杀青石下跪回礼的匹形 让群演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演技更是获得主角们的认可 就连扮演孙子的朱亚文 都对王学奇深深的折服 当电视剧上映后 看着老朱家父子的斗嘴日常 观众们也是金鸣有味